昨天家庭聚会差点就打起来了 这不前两天 表姐在巴黎花三万买个包 趁着家庭聚会炫耀的说 要不是提前预定 这包都抢不着 表妹 你看看人家法国的包 比你强多了 她说完 我爸妈尴尬的低下了头 可我仔细一看 这不是我前段时间出口的手工包吗 还有我的客字呢 放在国内无人问津 出去溜的一圈竟然还升值了 你们说我要不要揭穿我表姐呀